强劲的寒风犹如神明的咆哮 将冰冷的雪莉吹得四处飘散 双鼓地 高空之上 十余架智能无人机正在进行扶角拍摄 镜头抖个不停 机身出现裂纹随时都有坠机的可能 峡谷里时不时传出剧烈的震荡 龙吟和凤鸣互相撕咬纠缠 编织一曲大气磅礴的乐章 昏暗的谷底 龙凤之争愈演愈烈 拳拳倒肉 鲜血飞溅 灵魂阵战 龙焰与凤火激情碰撞 炙热的火光仿佛照亮无限轮回的激情岁月 战斗的余波疯狂扩散 使得冰层断裂和冻土破碎的声音 此起彼伏 一股股充斥风霜的浓雾自古底往上涌起 伴随着龙之力与凤凰之力的合奏 蕴染整片冰川 以至于坐在监控器面前的四位监考老师 眼前只有一片苍茫的灰白 根本看不到双骨地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监考老师A 截至目前为止 叶双宁和萧欣宇打了多久了 监考老师B 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竟然还没奋出胜负 监考老师C 这两位考生 可以说是龙国年轻一代的天赋天花板了 而且 他们身份特殊 可不能让他们在考场里出任何意外啊 不然咱们就死定了 监考老师弟 是啊 照这样打下去 双骨地还会继续坍塌陷落 万一 我提议 直接启动救援队吧 轰隆这是双骨地最后一次爆炸 随着浓烟散去 沙骨里只剩下暴风雪的嘶吼 谷底深处 寒冰废墟 少年和少女都躺在被鲜血染红的雪地里 两人一左一右 肩膀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 这场提前预演的宿命之战 终于落下帷幕 没有胜者 也没有输家 两人都耗尽了体能 算是一场平局 叶双宁气息紊乱 四肢无力 他的侧脸呈现严重擦伤的血痕 为这张美丽的脸蛋 平添一丝凄美 萧欣宇的状态也好不到哪去 左臂脱臼 腹部的伤口 鼓鼓往外冒血 叶学姐 我左臂好像脱臼了 活该啊你 谁让你用左拳打我脸的 叶双宁只是看起来高冷 实则她身上也有少女的一些特质 比如记仇 她侧脸上的擦伤血痕 来自萧欣宇的龙之呼吸 龙皇拳 古人云 打人不打脸 打脸伤自尊 叶双宁郁闷至极 侧过头来 用忧怨的眼神 瞪着萧欣宇 从小到大 只有萧欣宇打过她的脸 萧欣宇眼神躲闪 小声嘀咕 本来一个小时前 我就想点到为止结束战斗 是你说 让我全力以赴的 还说 如果我用全力 以后就绝交 叶双宁脸蛋微红 这话确实出自她之口 这一战本来可以提前结束 是她上头了 执意要和萧欣宇决意生死 如今可倒好 六星考核还没完成 两人双双负伤 体能耗尽 只能在这冰天雪地中 多躺一会 以此恢复体能 战场另一边 暗影魔龙盘踞在 紫薇凤王身边 用舌头 舔噬紫薇凤王的伤口 龙族的唾液 自带强大的治愈效果 紫薇凤王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同时 紫薇凤王 释放凤王之力 无数功力 注入暗影魔龙体内 帮她修复那些 破损的龙灵 不论刚才的战斗 多么凶残 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凤王一族 永远是龙族 最忠诚的守护者 龙最信任的 永远是凤王 正是这一段关系 造就了中年龙王 唯一的弱点 弱点就是 凤王神女手中的凤伤钉 天下之大 唯有情字最伤人 无敌的龙王 只能被最信任的 凤后所伤 雪地里 两人并肩躺在一起 这一幕 是历史的重演 也是未来的预演 轮回的意义就在于此 不论发生多少次 都无法改变因果结局 身在局中的少年和少女 注定挣脱 不开命运的枷锁 只能在桎梏中 经历一遍又一遍 爱恨的考验 和生死的洗礼 两人同时侧目 互相对视 龙童和凤眸 闪烁着一色的光泽 实锤了 她就是继承了 私奉前辈一波的 新任凤王神女 和她战斗的时候 我的心脏 总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 仿佛被某种尖锐的物体刺穿 那种痛很奇怪 不论如何 按照我和肖烈焰的约定 我要保护好叶学姐 毕竟她是杀掉 中烟龙王的唯一人选 经此一战 叶双宁后颈部位的 凤后神印彻底觉醒 这意味着 她就是凤皇神女 是下一个私奉 也是凤伤定的主人 更是唯一有可能杀死 中烟龙王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战斗的过程中 我总是无法保持理智 我和肖学弟 没有仇恨 她甚至是我们叶家的恩人 是蒙蒙认的干哥哥 但我不得不承认 在刚才的好几个瞬间 我真的对她起了杀心 那种强烈的杀意 跟噩梦里的感觉一样 无言沉默的对视之下 是个执行司的揣测 随着体能恢复 叶双宁坐起身 握住萧星宇的手臂 咔咔 一瞬间的剧痛转瞬即逝 叶学姐 谢谢 不必客气 叶双宁徒手 帮萧星宇接回脱臼的左臂 萧星宇也坐了起来 两人互相搀扶 缓缓站起 之前那只受伤的冰灵雪怪 早已逃走 叶学姐 刚才的对决 对我们消耗很大 我们现在体能不足 灵力也所剩不多 我提议 咱们先结盟 一起寻找附近的补给点 补给点 是考场工作人员 提前投放补品的位置 分散在来谷冰川区域的 各大角落 六星考核 极其耗费灵力和体能 中途只有找到补给箱 才能补充损耗的灵力和体能 嗯 先结盟吧 叶双宁恢复理智 眼前这个情况 他只能和萧新宇抱团取暖 找到附近的补给箱 才是王道 寒风呼啸的谷底 入目之处 只有数不尽的巨型冰锥 他们就像一棵棵晶莹剔透的 参天古树 挺拔耸立 萧新宇和叶双宁 彼此搀扶 拖着疲惫的步伐 行走在暴雪之中 魔神之眼开启 萧新宇的感知力瞬间扩散 强大的神石 就像浩渺无垠的大海 就在这时 叶双宁开口道 萧雪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我什么 叶双宁已经动紫的嘴唇 微微抖动 你是人类 还是其他 这个问题极其敏感 萧新宇驻足 在她的认知里 自己的父亲是混血龙 混沌猿龙 宿命 如此说来 她的血脉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 我当然是人 难不成我是魔兽 叶双宁对萧新宇的回答并不满意 灼热的目光 死死盯着萧新宇的眼眸 你是龙 对吧 萧新宇心里咯噔声 卧槽 她知道我是龙 什么情况 在我梦里 我见过你 啊 你梦到过我 梦里的你 是叶双宁想要去形容 梦中的萧新宇 是什么模样 那副模样 可是中烟龙王 萧新宇啊 此刻 萧新宇还没意识到 自己的后背 后颈 胸口等部位 翘无声息滋生出 哑黑色的龙铃 体内的中烟之力 默默燃烧 看似没有颜色的中烟之火 就像一双无形的手 笼罩叶双宁的头顶 这是中烟龙王的 自我保护机制 一旦叶双宁 把梦中的一切 完整形容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叶学姐 你梦里的我 到底什么样 快说呀 丝好痛 叶双宁没有来得及形容 突然倒地 大脑一片混乱 插在她绣发之间的 凤天簪 救了她一命 凤天簪 这是私缝留下的遗物 凤凰族神器之一 具有精神操控的力量 不知过了多久 叶双宁 从昏迷中苏醒 她记得昏迷前发生的一切 但关于那个噩梦 包括曾经出现的幻觉 就像被人暗中操控 偷偷打上一层马赛克 她记不起梦中的萧欣宇 适合模样 绞尽脑汁 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去形容那极其模糊的形象 叶学姐 你醒了 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叶双宁的周围 是一片被暴雪覆盖的寒玉 扑面而来的风霜 降低了双眼的能见度 而她正趴在萧欣宇 宽阔警示的后背上 萧学弟 我昏迷了多久 两个小时左右 叶双宁通红的脸蛋 浮现一抹歉意 她可以感受到 萧欣宇的呼吸节奏 愈发紊乱 这是体力透支的预兆 双鼓地的气温 会随着夜晚的到来 而再次骤降 对于灵力不足的御寿师来说 长时间留在原地 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在叶双宁昏迷后 萧欣宇没有选择原地等待 而是直接背起叶双宁 踏上寻找补给箱的路途 一路上 萧欣宇步履为奸 独自承受着狂风 与暴雪双重摧残 叶双宁在昏迷中浑然不觉 她趴在萧欣宇的背上 保存体能 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放我下来吧 萧欣宇放下叶双宁后 步伐不稳 眼看着就要栽倒 叶双宁及时出手 用自己温暖的怀抱 接住身体倾斜的萧欣宇 看着怀里这个呼吸微弱 眉眼笼罩寒霜的少年 叶双宁深感愧疚 是自己的昏迷 导致萧欣宇 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 独自承受一切 而自己在这两个小时里 扮演的是一个累赘的角色 萧雪爹 对不起 说好结盟的 我反而成了你的累赘 叶学姐不必自责 但我很好奇 当时你好端端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昏迷 叶双宁下意识 摸了一下发簪 昏迷前的记忆 她还记得 司奉留下的遗物奉天簪 似乎释放了一股特殊的力量 植入她的脑海 从而导致她丧失意识 母亲离世 我自幼佩戴奉天簪 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难道这跟萧学弟 有关叶双宁 擅长独立思考 低头沉默 试图把各种信息碎片 串联在一起 但始终得不出结果 萧星宇忍不住追问 叶学姐 你昏迷前说 你梦到过我 梦里的我 到底什么样 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 萧星宇除了背着叶双宁 寻找不几点 还会走神发呆 脑海里全是这个问题 叶双宁尝试回忆 奉天簪再次释放特殊的力量 让她头皮发麻 关于噩梦的记忆 更加模糊 这是母亲的意念吗 她不希望我记起那个噩梦 母亲是御奉尸 我继承母亲的职业 萧星宇 是御荣师这之间 是不是有某种特殊的关联 叶双宁头痛欲裂 又因为已知信息不足 故而不想在这件事上 继续思考 用力甩了甩脑袋 杂念抛之脑后 那个梦过去很久了 我好像忘了 学姐 当务之急 是尽快找到不几项 不然我们两个 会被困在这极寒谷底 冻成冰雕 叶双宁巧妙转移话题 两人之间的信息差 导致无法构架出 完整的真相 未来的事情 交给未来 每个人 唯一能够影响的东西 就是当下 当下 叶双宁扶着虚弱的潇心语 行走在 银庄宿果的谷底 时间就像掌心里的流沙 悄悄从指缝中溜走 夜幕降临 寒风愈发猖狂 大雪中的空气 就像结冰一样 让人无法吸取其中的氧气 萧雪殿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 嗯 就快到了 萧心语的状态 越来越差 他一半的重量 都需要叶双宁 那单薄纤细的肩膀 来支撑 这句经过龙之呼吸 开龙童所强化的肉身 为何变得如此虚弱 还是那句话 能够重伤龙王的 只有凤后 此前 萧心语在与夜双宁的单挑中 夜双宁的攻击 能够无视她的一切防御 直接对她造成 深入灵魂的伤害 这也是凤伤定 能够刺穿中烟龙王心脏的 根本原因 萧雪殿 别睡 萧心语 清醒一点 夜双宁冷翘美丽的脸蛋上 浮现两坨红韵 眉宇间满是担忧 萧心语状态差 他自然担心 同时 萧心语低垂着无力的脑袋 炙热的鼻息 近距离喷洒在 夜双宁发烫的耳根部位 在前行的过程中 萧心语的嘴唇 好几次无意间 触碰到夜双宁的侧脸 夜双宁没谈过恋爱 难逃羞涩 却又无法将萧心语推开 他必须用自己的臂膀 去肩负体力透支的少年 夜学姐 就是这里了 魔神之眼的感知力 不会出现误差 萧心语停下脚步 夜双宁环顾四周 闪烁紫金色光芒的凤眸 锁定不远处的冰炎 冰炎之下 是被积血掩盖的补给香 这里果然有补给香 五分钟后 体能恢复剂和灵力恢复剂 完全生效 原本死气沉沉的萧心语 整个人突然活了过来 夜双宁的状态 虽然谈不上恢复巅峰 但夜恢复了七七八八 足够完成这场考核 萧学弟 接下来 我们尽快找寻冰临血怪 单杀冰临血怪 是考核标准之一 萧心语突然皱眉 魔神之眼亮起血红金芒 附近有强烈的魔气波动 而且是冰临血怪特有的气息 夜双宁点点头 我听到冰临血怪的嘶吼了 距离我们不远 甚至越来越近了 轰隆冰炎破碎 一群冰临血怪 从漫天飞舞的冰晶中 一跃而过 夜双宁 冰临血怪 不是独居型的魔兽吗 为什么会成群结队出现 萧心语 他们在逃亡 有更强的怪物在追他们 嗡嗡嗡 雪地震动 冰层撕裂 地底之下 传来诡异的动静 萧心语焦急大喊 夜学姐 地面要崩塌了 小心 夜双宁反应迅速 调动灵力 召唤紫薇凤王 萧心语开启预寿文章 暗影魔龙浮现半空 下一秒 大地崩裂 冰雪狂舞 一只庞然大雾 冲破谷底 这只怪物体型如山 身躯融合了雄狮 山羊 蜥蜴等多种生物的特征 浑身覆盖暗蓝色鳞片 巨大的嘴巴 往外喷出寒冷的冰宴 冰宴齐美拉 兽王体 三阶 血脉式神话品质 拥有SSS极兽能 焚心冰宴 不 不止于此 它即将突破 近生兽黄体 一阶 魔神之眼 将怪物的一切数据看透 双骨地最深处 具体位置不详 冰宴齐美拉 从崩塌的冰宴中崛起 煽动硕大的双翼 三颗猙獰的尸头 发出嗜血狂吼 头顶上的山羊角 燃烧着暗蓝色的火苗 一群冰临雪怪拼命逃亡 它们的四肢 在与死神竞速 但总有不幸者 惨遭死神之连的无情斩杀 顷刻间 风暴卷起万千冰茶 浓郁的魔气 在混乱中肆意起舞 三只冰临雪怪的身躯 被冰宴齐美拉的力爪穿透 内脏燃烧 痛不欲生 体表却凝结一层厚重的冰霜 烤焦 惨死在冰宴齐美拉力爪之下的 冰临雪怪 看起来像是三座冻结的冰雕 但体内的脏气 血肉和骨骼 都被火焰焚烧 这就是SSS极瘦能 焚心冰宴的特殊之处 这种火焰的属性并不单一 它是冰与火的结合体 当焚心冰宴击中目标单位 目标单位的皮肤表面 会遭受极寒之苦 在短时间内凝结双冻 造成冻结或者减速效果 而目标单位的体内 则是遭受十股焚心之痛 直至将灵魂烤化 这种自带冰火两重天效果的兽能 便是冰宴齐美拉得以立足的根本 半空之中 叶霜凝丽于紫薇凤王的背脊 表情凝重 萧心宇站在暗影魔龙的龙头之上 催动凝丽 以龙焰驱散周围的寒霜 按照常理来说 参加六星考核的考生 不可能遇到冰宴齐美拉这种级别的怪物 因为冰宴齐美拉生活在 双谷地的地底深处 一般考生不会涉足这片区域 萧心宇和叶霜凝此前的单挑 导致大地多次塌陷沦落 两人误打误撞 坠入这片区域 算是造化弄人 对于冰宴齐美拉来说 这两个人类 就是不折不扣的入侵者 冒犯了她的威严 染指了她的地盘 即便如此 冰宴齐美拉也没有对萧心宇和叶霜凝出手 她正在追逐 那一群惊慌失措的冰临雪怪 这只冰宴齐美拉 处在突破的瓶颈期 粗略计算 只要吃掉这一群冰临雪怪 体内堆积的养料 就足够完成突破进化了 萧心宇的魔神之眼 洞察一切 叶霜宁思索片刻 扭头看向萧心宇 萧雪殿 咱们不宜恋战 所以叶雪姐 我懂你的意思 聪明人之间交流 无须多言 面对一只 即将近生兽黄体的魔兽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但在走之前 完成考核指标 才是王道 许儿 暗影魔龙扬起头颅 发出霸气的龙影 萧心宇运转灵力 搭配龙之呼吸 暗影魔龙开始蓄力 体内高度压缩的龙之力 蠢蠢欲动夜双宁的目光 犹如冰冷的剑风 那股难以抵挡的杀气 如同一股暗流 在寒风中汹涌 紫薇凤王 螺旋升天 双翼舒展 发出尖锐的凤鸣 为大招预热 同一时间 那群屁滚尿流的冰临雪怪 求生欲爆棚 疯狂卖动 强劲有力的四肢 企图逃脱冰焰奇美拉的力爪 对于半空中的两位人类欲寿尸 毫无防备 这就是典型的固头不固定 任何一种生物 遭遇生死危机 全部的注意力 都会集中在 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身上 冰临雪怪的余光 都看向身后的冰焰奇美拉 却疏忽了 来自一旁的死亡功绩 萧心宇 灭龙傲义 暗影吐息 夜双宁 凤神术 凤鱼绞杀 蓄力完毕 一触即发 暗影魔龙张开大嘴 全身龙铃愤怒树立 喉咙深处浮现光芒 喷吐一道磅礴热息 枪 恐怖的能量波 在冰雪中一往无前 蕴含创世血脉之力的龙焰 混合着紫黑色的暗影之力 猛然贯穿一只 冰临雪怪的凶令一边 紫薇凤王双翼交叉 释放一道十字形的火焰斩机 火焰斩机 命中一只冰临雪怪的同时 就像一把锋利的剪刀 将其脖梗残忍脚断 几乎在同一瞬间 萧星宇和叶双宁 都完成了单杀一只 冰临雪怪的烤盒尸体 两颗魔兽金河 分别落入二人手中 萧星宇和叶双宁对视一眼 彼此心照不宣 目标达成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就在两人准备逃之夭夭的刹那 背后传来冰咽奇梅拉的惨叫 叶双宁回眸看去 凤眸一抖 眼前发生的一切 让他难以置信 萧星宇开启魔神之眼 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 萧学弟 我们联手的情况下 攻击力好像翻倍了叶雪茧 准确来说是翻了三倍 就在刚刚 暗影魔龙和紫薇凤王 同时释放大招 击杀两只冰临雪怪的同时 攻击力的鱼波贯穿冰雪 击中后方的冰咽奇梅拉 冰咽奇梅拉 可是即将近生兽黄体的魔兽 防御力极其强悍 但此刻他的胸口 呈现大面积的烧伤 残留在伤口内的龙之力 和凤凰之力 就像密密麻麻的吸血虫 疯狂撕咬烧焦的血肉 和碎裂的骨骼 剧烈的疼痛 让冰咽奇梅拉发出凄厉的惨叫 眼中燃起的怒火 凶残的目光 锁定不远处的两位御兽师 叶雪姐 看来御龙师和御凤师联手 可以触发强大的增幅效果 是啊 你我联手 似乎可以让一家 一大于二的攻势成立 两人对视 心有灵犀 要不我们我觉得可以试试 两人的嘴角同时上扬 默契无需过多废话 面对冰咽奇梅拉的凶冷飞扑 萧星宇和叶双宁 不退反镜 联手发起攻击 这一次联手 目的清晰 不是为了贪图冰咽奇梅拉的魔兽金河 而是为了探究御龙师 和御凤师之间的奥秘 御龙师御凤师联手 除了增加攻击力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增益效果 战斗愈发激烈 龙焰与凤火烧穿 一座座冰丘 叶学姐 我的灵力恢复速度 比以前快了很多 我也是 而且驾驭紫薇凤王所消耗的灵力 比平常也少了许多 战绩的冷却时间变短了 还有 每三次普通攻击 就会触发一次强化普攻 萧学弟 我们再试试其他的组合战绩 这不是一场纯粹的战斗 而是一场纯粹的实验 战场就是一座实验室 萧星宇和叶双宁 在用自己的方式 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 实验中 他们摩擦出 叉子烟红的火花 创造出神奇的化学反应 御龙师与御凤师之间的奥秘 逐渐浮出水面